12月4日小破绽跨年录制RAPPO 周深英文歌曲总共唱了三遍 第一遍后导演说 非常感谢周深老师精彩的这个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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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句一样的对白 周深标志性的笑着重复 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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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 估计周深心里在想 是我唱的不好吗 怎么还结巴了呢 后面就发生了上个视频说的名场面 然后大概在第二遍后 提醒大家可以放松一下 就突然用罗利音说 很久很久以前巨龙突然出现 哎呀 怎么这个巨龙没有把你们全部带走呢 接着唱了几句打拉崩吧 还抽查迷子们 你们还记得巨龙叫什么吗 然后笑着说生米们 像是早读没睡醒 哼哼唧唧的 明明没有背得很清楚 还在那里搅浑水 还说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呢 哈哈 这里还合唱了大鱼 不过这里的大鱼是一条气急败坏 生死历劫的大鱼 这里放一段网友的录音 简直笑不活了 周深甚至调侃 你们这是用大鱼送走了我 你们这是用大鱼送走了我 放弃了 没有技巧 没有方法了 怎么这个时候也要抽查 哎呦我的妈呀 场馆内 生米们此起彼伏的大喊 周深我爱你 周深害羞 好可以了 还真是两岸原声 有生米发出一声又响又长的 哦 周深马上回怼 这个声音是在挑衅我吗 你来唱 好了好了 不要再叫了 看下去下面都是一个个扁桃体 哈喽 后面的扁桃体 前面的扁桃体 还不能开始吗 这段路比我出道的路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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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这个刹那儿